大家好,欢迎来到心理学前言 当你心情烦躁时,最常听到的建议是不是这一句? 别想了 找点事做,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好了 但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却发现,这种善意的建议可能恰恰是错的 传统观点认为,反复想着烦心事,也就是反除思考,会让我们陷入负面情绪 因此,逃避似乎成了最佳选择 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们,对此提出了挑战 他们在实验中,让参与者面对压力,然后比较了两种策略 一组人选择转移注意力,也就是试图不想烦心事 另一组人则被鼓励去直面烦恼,可以独自反除思考,也可以找朋友讨论 结果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那些选择转移注意力的人,虽然短期内感觉好像轻松了 但他们的压力水平并没有真正下降,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 而选择直面烦恼的两组人,无论是独自思考还是与人讨论 他们的整体情绪调节能力,都优于逃避的那一组 这说明,思考烦恼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 它其实是我们大脑消化和处理压力的必要过程 强行打断这个过程,反而有害 那么,下一个问题来了,在直面烦恼时,是自己想,还是找人聊更好呢? 研究给出了清晰的答案,与朋友或伴侣一起共情反除 也就是一起讨论烦恼的参与者 他们的压力水平恢复得最快,效果是所有组别中最好的 所以,今天的心理学前沿给了我们两个层次的启示 第一,当烦恼来临时,别害怕去想它 给你的大脑一些时间去处理,这比假装它不存在,更健康 第二,如果你有选择,找一个信任的人一起面对 永远是最高效的减压方案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,记得订阅频道 未来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颠覆认知的心理科学